陳振聰貪錢不惜公開龔如森秘密 親密合照 情侶水杯 甚至連龔如森的邊都是陳振聰用來證明他和龔如森是情侶 還說龔如森愛他愛得留了整副身家給他 但法官林文漢就說他一派互言,證供前後矛盾 兩個人的情史在92年3月12日開始 當時結婚無奈的陳振聰為求大客 要求前立法局議員梁錦豪介紹龔如森他認識 很快兩個就有性關係 但法官說陳振聰連這次做愛日期都多次搞錯 批評他不可靠 陳振聰說之後搬去華茂頂樓方便陪龔如森 就算老婆譚妙青懷有第一胎 他都經常去煮食哄龔如森 又和他外磨 龔如森不止叫他老公豬、老公公想幫他生兒子 還說老了想和陳振聰一家一起住 但法官說感受到譚妙青不滿老公有外遇 陳振聰和龔如森談電話都要躲在一邊 又說譚妙青容忍丈夫和龔如森鬼魂 還出庭港迎合丈夫的政功 即為子女著想 陳振聰口中的浪漫情史 在增產案審訊期間 一度被醜化為皇太后宇太監 其中合情堂影帝 龔如森穿上類似清朝功夫 陳振聰邊影邊讚 真係好靚 套衣真係好靚 法官認為龔如森即是當陳振聰是風水師 又認為兩個人關係不光彩 所以極力保密 甚至想將這個秘密和棺材長埋黃土 可惜貪錢的陳振聰偉大目的 即使公開秘密和傷害家人都在所不惜